記得打開YoutubeCC字幕以獲得最佳觀影體驗 對於你自己內心的恐懼和失敗 你會怎樣去面對它呢? 去逃避它,不理它就當不存在? 還是選擇暫時撤退,重整旗鼓,勇敢去面對? 我們兩位山區兒童,上次在裂風和低溫的環境下 拜走山系以外非常多的岩蛇尖 而這次我們趁著好天氣再次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次我們究竟會遇上什麼挑戰呢? 就請你聽我微微到來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上集帶大家走上女婆山,參拜懸陽石 這塊碰了之後可以令到男人洪風在煙 戰鬥力好像殺人爆錶的旗石 如果大家還沒看,記得按右上角資訊欄去看 今集小弟連同磚奴會帶大家再次走一漸一彎 我們會由赤徑碼頭出發,經大浪坳上去岩蛇尖 再經大浪彎接迫到物理浩徑,走到赤徑碼頭 路線難度4顆星,長度大概11公里 總攀升高度846米 小弟連拍攝總共用了6個小時又45分鐘 交通方面大家可以去到西貢市中心,坐94號巴士 去到黃石碼頭,坐船去赤徑 回程都可以坐同樣交通工具往返西貢市中心 在這裡提醒大家一句,內往黃石和赤徑碼頭的船期只有一班 分別是由黃石碼頭上午10點35分開出 由撻門回程就是下午4點20分開出 如果大家坐過這班船,只可以坐94號巴士 由北潭坳出發和結束 所以大家如果坐船的話,就記得預好時間 大家好,我是白兵偉,今天做我的好拍檔 我是Juno 我們身處在哪裡? 我在黃石碼頭 我們在這裡等半個小時 今天我們會再挑戰這個岩蛇尖 上次你覺得是否很厲害的風 很大風 原來我看有九級風 今天好很多 三至四級,舒服很多 但也有寒冷天氣寶,我們都留著鼻水 雖然我們在這裡等船 但因為我們兩個都懂得忍術 所以我們立即去忍術,跳去哪裏 赤徑那邊 來,我們在等船 很快就已經過了赤徑的碼頭 很快 剛才說到黃石碼頭那邊 在太陽景照下去也挺漂亮 拍了兩張照片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看完就發話這麼多說 立即,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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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是請Juno幫我們做一個開關儀式 先把東西放在地上 對 剛才我在巴士都已經跌了一轉 對 好,山神秘佑 山神秘佑 好,由碼頭那邊下船 我們就開始出發 這段路節省了很多時間 但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等船 還有等車 是的 這麼少 是的 是的 但還可以的 比我們原本的飛揚快了 因為我打算11點出發 現在差不多11點已經開始 好 還可以的 順風順水 對,順風順水 希望上到山神盛盛 又是細風順水 希望我上到山神盛盛 不會再尺 好 我們來到這個分岔路後 我們要向這邊走 遠處這邊 我們要走一條石屎路 走到那邊的分岔口 馬上去到分岔口 我們又來長命車 即開過就已經長命車 又要做熱身 是的 立即把我們暖暖 暖暖 還有現在這個位置好一點 現在被這個山盛盛了一點 沒有那麼大風 那人暖暖 是的 這些才舒服的 最舒服的是這條路 是的 好像被習大大那樣抱著了 遊碼頭走了五分鐘都沒有 就會見到這條河仔 過了橋之後就向左邊走 走多幾分鐘左右 就會接駁上去物理浩徑 上去再次向左邊走 對比上次 陰天閒真的 差很遠 馬上很遠 還有今天雖然沒有暈 但有少許煙霞 做到一個效果 就像油光罩一樣 對 光打下去特別有 有 這次的陽光打進來 跟上次真的差很遠 對 心情也比較好 是的 上次的感覺太陰森 感覺很寒 有些風聲又烏烏 剛才說鬼故 是的 大了 開始長命斜路 唉 慘了 這一段再斜一點 今天也挺曬 上次差天狗 是的 很棒 這裏45度 過完物理浩牌之後 又來到一段 最後的這段應該是大扭級 攀升完一段 回去吧 終於到了 後面就到我們的小牌 但還是沒有 我們先在這裡爆一爆甲 對吧 瓦瓦 當然 然後就在我們身後這塊牌上去 旁邊會有個危險牌 而我180度轉後面就去大蚊山 好 又吃完了 我們就開始吃飯了 嘩 今天完全是兩種天氣 哈哈 馬上轉到熱天了 是的 嘩 真是玩死 又好像上次一樣 又好像上次一樣 冰火二重天 冰火二重天 是的 對 早上的洞 去到中午這裡就熱到你著火 可能上去已經很熱了 是的 我也有少少想剝衣服 可能上去剝衣服 要剝衣服 嘩 今天的岩蛇尖漂亮很多 唉 看完岩蛇尖後又來了一段超窄的路 今天這個天氣絕對有信心上去 一定行 今天是完全沒有風了 是的 來到這個位置 你上去就說怕了 今天是沒風了 你一定能上去 不是吧 你也能上去嗎 好 一曬氣溫上去 來到這裡 一起又是看一看 好天的大浪灣 好漂亮 再近了 這個位置打卡也不錯 Juno今天要不要好天幫你打卡 好 所以你明白我為何今天要有少少暈 但最糟糕今天沒有暈 是的 有少少暈 你起碼有些時間可以遮一下音 今天全部曬的模式 很棒 我們可以爆甲行 爆甲行 不會中暑就行了 嘩 上次你記不記得這個位置 是的 風吹到有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煎機聲 對 這次是 放心吧 今天是不會有風的 是的 好 天派告訴你 你不想有風 我這次不給你風 哈哈哈 哎 很漂亮 一邊這樣拍著 一邊這樣 另一邊看著 鹹蛇尖上山 就是很有感覺 不知道 今天 我覺得自己一定會上去 沒有問題 這次輕鬆地上來 信 一定要信自己 信你 就看到一個危險牌了 是 是 對 很快到 對 我也覺得是 快到了 上次好像走了很久才到 對 好 這次是眨眼上去 好 我們要不要在快牌上打個卡 都行 這次又再打 好 好 然後我們過這段 就有個陰暗位 可以避暑 趕一下降溫 可以爆甲 對 可以爆甲 對 爆甲 對 過了那段 就大部分時間 都是沒有遮陰位 好 過到這個位 會有一條分卡路 記住是一直走 先上去 岩蛇尖的藍隻 我們等Juno慢慢喝水 我們就上去 好 臨上之前那段 我們就 戴好手套 出擊 出擊 GO GO 今次沒問題 好 給點士氣 他要高臨下 士氣高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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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還未需要下手 對 滑可以 滑可以 這段開始來了 正啊 由這裡開始上去 岩蛇尖 總共分了四段攀升 最容易的是第三段 第一和第四段的難度都比較適中 不算很難 最有挑戰性的是第二段 上下山都需要用到手 古架 這一段更加斜 這是第一段的尾聲 會不會最斜的 還未最斜的 差不多這些 最高都是這些斜度 但碎石真的要小心 會先 後面 總之 如果一起走 就不要那麼近 對,會下石 對,會下石 最後一段 攀升之後 就要到平台位 好玩 給大家 回頭看一看斜度 但肚腩走到上去也有腹肌 對 真棒 手腳併用 曬得你的脂肪都乾了 對 好,終於走到了 差不多了 終於過了那關了 我經常想起那個位置 一定要過那個位置 這關突破心 好,上完一段 現在就比較停路一點 我們再走前兩步 又是一段 看到嗎 那一段就是再斜一點 對 對,再斜一點 對 我們繼續走 面前這一段 就是剛才說過的第二段 木七斜度大約有45至50度左右 大家過來岩蛇尖 一定要戴的東西就是手套 一會兒 小弟就表演怎樣 好像蜘蛛俠一樣爬上去 好,這段有點像大金鐘 這個我們叫小金鐘 還有金鐘在對面 我也要做回未來戰士 黑超特徑組 帥啊 今天上到岩蛇尖的機率 是99.9999 暫時體溫正常 未去到過熱 但待會上到遮蔭位 我就要爆甲了 哇,這個位置很棒 這段很棒 很棒,整幅很長 整幅很長 你看,拍過來 你看 這樣長 怎樣 可以了,輕鬆的 蜘蛛俠盒上山 我會不會上得太快 不會,應該差不多 OK,我低炒 這段真的要下手 不過我們不是在這邊下得好很多 要猜得有重視 是呀,下就難下 暫時未有自殺鞋的感覺 沒有,很爽 有難度得來是好玩的 好玩的 綠茶石林的感覺 好玩的感覺 今天天氣也是好藍好藍 好棒,多一點雲 不過人家比較貪心 但今天已經好了 我今天天氣有85分 上次只有30分 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那麼貪心 今天山神已經避佑了 避佑了,已經避佑了 避佑了,已經避佑了 感謝上天 我們繼續走 好 好,走到浪浦就過了 打下去的浪 很漂亮 大浪灣一直都是這麼大浪 所以叫大浪灣 所以叫大浪灣 好,大浪灣一直都是這麼大浪 稍後,Juno,我們這邊上山 我們下山就不走這邊的條路 我們便會走到另一邊 這裡到大浪灣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好,好 好天的景色 好天版 兩個不同的感覺 沿著大浪灣去大浪R 赤徑踏田走 希望4時8時可以回到去 一定會再說一次 因為現在只有1時 好,去到第三段的攀升 我們便走左邊這條山徑上去 沒有那麼斜 對,沒有那麼斜 好,然後再上來這個平台位 我自己建議不要走左邊 走右邊會輕鬆一點點 好像去了外國那些地方 好像美國那些 對 在沙漠上的山 沙漠上的山 這邊是建築地盤 其實這段很像馬安山 對嗎 像 真的像 一上去那一段 像馬安山 地盤工人 我們是戴上手套 對 感覺也很像 漂亮 又好像老虎頭一樣 對 一邊看著美景 爽的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棒 聞到嗎 目標再看 這是第三段 對,第三段的尾聲 拿手機拍照 在這裡拍照也好 好,我幫你拍照 好,又是一段平路了 可以讓我們緩衝一下 之後第四段的攀聲 終極大哥 其實沒那麼難 第四段 輕鬆很多 我們到前面這個蟲林 就是岩蛇尖唯一有樹蔭的地方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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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熱衰竭中暑的話 就在這裡避陰 也是,夏天過來就自求多福了 帶多一點水 爆了一架,短酒就上山了 我們注定今天也會曬到粒皮了 是的 好,過了蟲林之後 其實我們還有五分鐘左右就登頂了 很快 五分鐘也不需要 對,可能 可能 三分鐘 我們暫時先不要衝上去 因為前面有草陰污染 因為我們現在在地盤 有很多 阿叔在播歌 我快要播佛經超渡它 南非洲 古道中心 古道中心 我會拿著炎噪音 也是一個污染 這一段也沒有那麼碎石 好像第二段最邪 是的 第一和第三段最多碎石 這位 小心 這一段更加 不得了 地盤在這裡 我是白兵衛記者 現在我們身處在 岩蛇尖的工地 看看這裡有沒有土地疏鬆問題 還結實 土地還是實質 沒有那麼滑 我估計 應該比明日大嶼好 大家看到我還可以單手模式 啟動就知道 其實難度上山不是太難的 下山才是最難 最難 對 下山才是最辛苦 沒事沒事 我試試看下門 應該下到 坐著下就行了 坐著下吧 不難的 不難的 輕輕鬆鬆一分鐘 到了 到了 輕鬆的 還有十幾二十米 清一下計量就到了 攀升 其實沒有十幾米 應該要 好 已經 好 到站 我們在這裡 很快放一放 少少寒拍 是 然後又要離開 要啊 你明白為什麼 明白了 應該上去就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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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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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蛇尖就好像一條又美麗 但又帶有劇毒的蛇 大家在欣賞美景的同事 記得記得 鴨蛇尖是穩坐香港山系意外 十大排名之一 最常聽到的意外就是夏天 有山友過了來出現熱中暑的現象 需要坐直升機出去 所以大家過來的話最好帶把傘 隨時可以救你一命 終於終於 我們兩位山區兒童都可以登上 鴨蛇尖山頂 現在看看照片都非常有氣勢 整個鴨蛇尖都被海灣包圍住 除了我們剛才上來見到的山灣 在鴨蛇尖後面 還有一個人煙稀少 水清沙有的沙灘 那裡就是鴨蛇灣 如果大家走北脊的話 就從那裡上來 之後有機會小弟都會帶大家走北脊 所以記住訂閱小弟 再望遠一點 我們會見到黃宜洲 當日除了好天氣 海水都非常非常清 再一次感謝山神 幫我們獲得如此良景 又正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 我們怎樣落回大浪灣 才是今天最大的挑戰 真厲害 好 這裡我們拍攝暖居高臨下 試戲中了 真是現場震撼很漂亮的程度 拍攝下去也很漂亮 被一些海灣包圍住 很漂亮 海天一成 對 我們拍攝完就開始落山了 小心點 真正 沒有攝影機的時候就試一試 攝影機 先拍攝背部 好像我女兒一樣跌倒了 起身沒問題 大家走這些路 一定要想著 腳趾好像滑泥一樣 滑緊這雙鞋 整個穩定性就會提高很多 我不是說實話說真的 這個很認真的 你是想著可以抓緊鞋底 就算滑也沒有滑得那麼硬 沒有那麼容易咬柴 這裡可以快點 單手模式還可以 頭腰又美敗 飄移境界 不想變大紙箱作大秘加壞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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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能拐熱馬上講一講一講一講 再再走前一點在松岩那邊 地鼠先 這時間當然是我們的贊助員 HELLO 我們吃華語結 打開心結 對 好嗎 華語結看到就記得找我帶人 吃華語結日後沒有錢跌 對 沒錯 很好 然後一拉一蚊就吃得方便 嘩 這裡這個位置 全部看出去 最後一次可以看三彎的位置 就是這裡 我們待會就會 現在看到下面有個分岔位 我們會轉左轉 慢慢下去大廊彎 這裡大約八個字左右 我們就慢慢下去 好 這裡看起來更像地盤 建築工地 這條路 對吧 對 我覺得它的欄是欄在這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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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好這次有波鏡 我也試一試 先擋住它 對 馬上 沒事 今天還可以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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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飽味 對 剛才說我們左邊是沿路走 我們下去大浪灣就是左側 這裡要拍照 又是45度的展影 這些拍照 漂亮得不得了 先幫你打卡 好啊 好啊 我幫你打一張卡 如果大家不是沿路折返 跟小弟路線走的話 相對就會辛苦很多 雖然斜度不算很斜 但下山的路況非常多水石 真是如地盤一樣 從漢匹吉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起伏不斷 非常挑戰閣下的體能 如果大家覺得已經舊皮的話 極度推薦大家沿路折返 一開始我們都可以迎合 岩蛇尖這個主題 挑著蛇舞這樣下山 但去到中後段 我們兩位都叫苦連天 嘩 接著又是這些草 女士穿短褲過來就好 很漂亮 又可以做磨砂 勇不就穿短褲吧 對 不應該穿短褲吧 對 免費可以做SPA 刮到損毀了 在我身後面 就是米粉頂和米粉嘴 米粉嘴是看不到的 在另一邊的 米粉頂來的 很漂亮 還可以看到少許東彎 完美 這一段尺很多 這邊穩固一點 那邊的石頭 那邊滑到那邊 那邊滑到那邊滑到那邊滑到那邊 再下一個重心 嘩 下石 下石 小心 下石的石頭很漂亮 完美避開 等Juno表演一下新手 好嗎 雙桿插 終於可以拍攝我們平排地走 要小心一點 可以 OK 單手模式 剛才也是蛇型地走 要保持形象 說了要蛇地走 蛇地走 我們可以看一看左邊 很漂亮的米粉頂 好 斜 對 那邊有條路 對 這路就是米粉頂 下來的那條路 很斜很斜 我覺得這邊比我們斜過 看都看到斜 照片有斜落中斜 對 看都看得到 對 那邊下來就要小心一點 剛才有人教我這邊下來 真的我不建議 這邊下來嗎 對 下去三彎 很危險 看都知道 那個頂和這個頂的斜度 那個頂的斜度和這個頂 這樣 這樣 轉過來已經看到了 是 石石不甩 走著走著有個分岔位 這裡有幾塊石 也挺漂亮 我們過去打一張卡 哇 那怎麼辦 天又要 哇 給我們美彩如淪天 好漂亮 多謝山神 先拍照 好 天啊 哇 哇 你今天要給我多少分了 我已經700分了 很滿足 我已經爆分了 因為 很漂亮 像破片抽一樣 對呀 即是一網沒有劑 對呀 我很想大叫 但我怕爆咪不要硬 我一定要看回頭 哇 後面漂亮 整個山脈 對呀 很漂亮 很漂亮 整風長一樣 對呀 真是很漂亮 很漂亮 累不累嗎 累呀 不斷走這條路 很累 精神折磨 不要緊 有尺寸 還有繼續折磨 還有一段 對呀 其實呢 爛又不爛 不過不可以快 是一直滑 是嗎 真的 真的 哇 一邊磨下去 還有一段路 對呀 嘩 嘩 這裡的碎石感覺真棒 嘩 嘩 真棒 嘩 最後一段 都要滑一滑 那條褲有沒有爛 磨爛褲 磨爛褲 嘩 是否示範像我女兒一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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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嘩 嘩 沒事 沒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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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危險動作 整個示範 應該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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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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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碎石地形 比雷砍高 全碎石地形 真的全碎石地形 比雷砍高 喜歡走碎石的話 玩這些可以過來玩 但我真的不喜歡 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阿磚鑼 加油 很快到 走到懷人生了 對 天 是哭得善煙 叫做駕駛 嘩 好棒啊 這裡 又來了 這裡拍婚紗照片 一樓 對 穿多一件婚紗照片 對 最後一段 走過去了 相信我 轉個彎就到了 轉個彎就到了 轉了十多次 轉個彎就到了 然後還要下的 對 這裡很漂亮 再近海岸線 看到浪拍起來很漂亮 很漂亮 我們 最後這段路只會有兩隻字不停重複 很漂亮 而且要小心 對 沒有其他了 最後很累 對 就到了 只差一點點 直可以去吃麵 好啊 吃麵 結束這個漫長地盤的一日生活 有時間可以吃一點東西 因為我已經很餓了 吃不吃過一百元的炒貴鵰 我不是這樣不吃 那一個 那一個不用想 哇 大地在我腳下 哇 哇 哇 這裏真是 拍都沒有 拍都沒有 真是看得到這麼壯 居高臨下 義氣高漲 洪湧澎湃的海浪星 是呀 厲害 最東邊 全香港 真是 轉個彎就到了 轉個彎就到了 轉一個彎 就有一個彎 轉個彎就到了 是呀 我記得一會兒落到下面 有一個真是挺漂亮的 好像鮮韆一樣的東西 是嗎 對 稍後在那裏打一張卡吧 好 好 終於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地盤路了 我們終於都沒有了 慶祝了 一會兒出去 我們再去點水 再去點補礦力 先去點補礦力 慶祝一下 哇 這個位置很棒 這裏真是漂亮的 哇 不得了 有時間一定要下午過來 讓我衝過去你旁邊 我不敢走前 小心腳下 好多黃金 但我看我可以走到多前 走到多前 你經常都 都突然間可以很厲害 有時候又差一點 但有時候很厲害很厲害 哇 垃圾彎 垃圾彎 夠你這個位置 我還是不拍了 我拍垃圾 有陽光 拍屁股也比較漂亮 好 我們繼續向前走 這裡 對 不要向左邊走 小心踩屁股 對 小心 好多黃金 真是漂亮的 已經夠屁股 落在這裏便到達朗灣 好 這裏真的認真 最後一個彎真的 是嗎 你便會看到我剛才說的打卡位 給你手機 我幫你打個卡 天后 對 向前便看到了 這裏好像馬爾代夫的海灘 可以去了 沒有穿秋 我記錯了嗎 好像前面那個 前面 這個好像 這裡 這個挺漂亮 看到嗎 前面 這棵樹 是圓形的這棵樹 這裡 還有菠蘿 真的像大國馬爾代夫 很誇張 哇 跟上次的感覺 完全兩個失敗 Juno 對 這個才是沙灘 對 上次好像薩哈拉的沙漠 風又可以吹沙吹出去 走過多少次大浪灣都好 我都是這麼喜歡這個海灣 這次航拍可以拍到一個 碧綠色的版本給大家看 巨浪一如既往 這麼震撼人心 在這個海灣 用慢動作去拍 就真的適合不過了 再次在這裡向大家獻上小弟的蛇舞 是不是吊得很好呢 只要自己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但可惜 我們兩位不可以在這裡拍攝太久 因為片頭也說過 如果我們錯過了下午4點20分那班船 我們就要走多2公里才能出到北潭R 才有巴士回到西貢市中心 之後走到大浪灣中間位置 就會有條山徑接駁到麥里浩徑 我們小弟二人懂得忍述 立即發動跳躍之術 跳回去赤徑 好 正好 我們一起忍述 好 我們很快就跳回赤徑碼頭 我們就在這裡做完今天的總結 你覺得五星難度是多少升 3.5 3.5 我大概4升左右 也有一點辛苦的 如果大家是新手 就不宜在大浪灣那邊回來 我們由大浪灣上來你覺得怎樣 我想說香港三尖不外乎是 好丟臉 不太對勞 好 有沒有事 好 拜拜 我自己覺得西貢華那些是比較困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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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上我覺得是不錯的 今天天氣很好 陽光也很好 上次因為太大風了 下一次其實也不錯的 好玩的 有點像綠巢石林爬的感覺 是一個挺好玩的路線 但不要夏天過來 因為暴曬 暴曬人身 既然可以變火鳳凰 浴火重新坐直升機 回去的話 你便可以夏天過來走 下回來時有很多碎石 走回大浪灣那段 所以比較慢 而且我覺得不太累 但是OK的 好玩的 好 最後我們一定要做一個評分 說一次評分標準 612分是最高分 721分是最低分 今天我會給400分 我給68 對 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是 岩射尖的海拔高度 我們期待下次一尖三尖過四彎的感覺 好 好 下次見 拜拜 下一集 山區兒童 小弟會帶同現代座 和湯圓 帶大家去到香港最西北面的龍谷攤 順便試一下新買的相機 DJI Pocket Free 期待的記得訂閱小弟 做齊CLS 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白兵衛 下次 山上再見